好我們今天來到就是waypoint這邊是冰工廠 鐵人冰工廠 然後因為我昨天去經歷了一個很嚴重的雨戰 就車超級張 然後重點是還遇到破胎 所以我整個車子就是一個體無完覆的狀況 然後趕快回來保養一下 但因為看我輪胎其實也磨得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我就順便換了一條外胎 那這條外胎 這次我想說來體驗一下這個無內胎系統 然後想問一下Sam 這無內胎系統有沒有什麼特點 或是這條胎有什麼很厲害的地方 其實無內胎跟有內胎最大的差別就是 因為無內胎很顯然就是沒有內胎嘛 那他就少了一個摩擦力 輪胎接觸路面然後到胎存 然後到輪框一直到你的手上 他少了一個 就中間少了一個內胎 對所以路感會變得更明顯 然後再來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隨著科技的進步 他現在他的編織層呢 也做得越來越輕薄然後強韌 那再加上這條PZ-RAW的話 他的他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 他重量其實不重很輕 然後他的胎存呢也比GP5000要來的柔軟 所以比較好裝 好裝是對我們施工者來說是真的比較好裝 那在對騎士來說最大的優點是 因為他胎存的部分變得輕然後柔軟 所以你的路感也會相對的更好 就是會比較吸陣 就不會很厚這樣 對對對 你裝的這條是26C 那現在流行基本上就是從26C 甚至是28C到30C 就是稍微路感會更穩定一點 原本都是比較追求比較 很窄 喔窄胎 很窄胎 那所以你的胎壓相對的就要很高 那胎壓相對很高的時候 你其實你在行進間 你的碎陣 會比較顛簸 對很顛簸 雖然感覺上好像會比較快 但其實你在加速的時候 因為你的輪胎一直沒有停留在地面 變成你其實是 所以一直有點上下跳動這樣 對 就像跑步有點就是一直在上下跳效率不好 對你的垂直證符太高 對就是垂直證符 我剛剛就在講這個 對 那所以其實無內胎 像貝耐力這條PZERO的這個無內胎 我很推薦的原因是 我自己騎乘的經驗 那時候 有一天我騎上車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我把它換那個胎 然後我在河濱的時候我在行走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我今天的這個 狀況特別好 不是 這個路感很像管胎 喔 它騎起來會像管胎 真的很像管胎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我今天是用什麼胎 我頭低下去看 欸 我是用 我才想到我已經換上去就是貝耐力無內胎 而且是28C 喔 28C還可以很像管胎的感覺 對 而且行起來真的非常輕快 因為管胎不是都是23 就是比較窄 其實我知道大家還是很沒辦法接受無內胎 可是如果無內胎它沒有絕對的優點 或者是它的趨勢的話 為什麼騎車是無內胎 為什麼動車是無內胎 就是跑跑比賽 對 賽車是無內胎 對 所以我要來嘗試一下 就是這條輪胎在接下來我騎乘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實際的心得 但聽完就是Sam大力推薦 我覺得應該很值得期待 對 所以我們就到實際去測試看看吧 Let's go MING PAO TORONTO 我們今天要來實際騎乘一下 感受一下這條PZERO在實際騎乘的路感如何 我們現在人在棕色路 感受一下它的上坡跟下坡的表現吧 出發 它在上坡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感受蠻好的 它的路感真的比較 跟有內胎的感覺不太一樣 有內胎的感覺你會明顯覺得比較紮實比較穩 但無內胎的感覺是很直接的 我沒騎過管胎所以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管胎的感覺 但騎乘的時候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輪胎的外程跟輪框是直接接在一起 中間沒有太多的東西 所以騎乘騎起來的感受是效率很直接很滑順的 上坡的感受我覺得真的是蠻棒的 因為你在騎起來的感覺你會很明顯覺得你的反饋很直接 你在踩踩的過程不會像有內胎會感覺可能中間還隔一層 我覺得騎起來的感受很不一樣 可是我不太會形容 但無內胎的感受就真的是覺得很慣性比較好 騎乘起來你會覺得路感是很直接的回饋 不會有那種吸掉的感覺 但因為它只有一層 所以如果你真的輪胎不幸破掉 如果是小洞當然補胎也可以稍微補起來 但如果是大洞就真的比較麻煩 你可能就這樣用內胎把無內胎的這條輪胎 變成是雙層有內胎的外胎 這樣就可以讓你在騎乘當中 不會因為破胎沒有辦法繼續騎下去 我們接下來感覺一下下輪的部分吧 我覺得這個下坡下來的感覺很好 因為我原本的輪胎我記得是25C 就是寬度窄一點 現在這條是26C 所以我覺得有點像騎登山車那種比較寬胎的感覺 騎乘感受其實是比較穩定的 那在下坡的慣性啊 我覺得它的順暢滑順感 其實在上坡是比較明顯有感覺的 在平路或上坡路段啊 其實你會覺得你踩的這個效率是很直接 滾動回饋的這個感受也是很直接 就是你會覺得踩下去路感非常明顯 但是其實在下坡的時候 我覺得它帶給我比較多感受是 騎起來很穩定 它不會像上坡有這麼明顯的這個路感 在你下坡的時候 所以其實騎乘起來我覺得下坡 反而是很舒服的 因為你會覺得很穩定 然後你也很相信這條輪胎 當然就是這個無內胎系統 比較容易因為你可能三四天以上沒騎車 它就會稍微有點消氣 所以它會需要比較頻繁的打氣 但是如果這個打氣飽滿的狀態下 其實騎乘起來的感受我覺得比有內胎的狀況是好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的 當然我會在騎乘一段時間再跟大家分享 這條輪胎後續會不會有很容易就破胎 或真的破胎了可以怎麼樣處理的一些方式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楊Jerad 大家如果有這個維修需求 也歡迎到鐵人工廠找Sam 他的技術真的是一流的 好啦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